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无上圣圣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迟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的众请放掌 好 好 诸位知事 诸位居士 大众晚安 我们今天是 我们愣眼睛的课程 倒数第二堂课 那我们看一下 我们现在的进度 到了柱道分 在T129页 T129页 这个地方叫做柱道分 指的 它是在修行的过程中 它是一个柱 这个一个补充说明 所以这一段呢 佛陀讲了两个重点 一个是六道轮回怎么来的 六道轮回 那在愣眼睛里面讲到的是七道 是七去 而不只是讲六道 因为它还有加了一道叫做仙 那这个仙是因为 是愣眼睛主要在教我们怎么样修禅定 那在这个定里面呢 如果你的这个习气 还有你的一些重要的 这个主要的动机没有调整好 可能会误入歧途 就走到仙道去的 所以应该要成圣成贤的 但是因为某一些因素 所以只有修了禅定 而没有断习气 就会很容易落入仙道 所以就特别再加上这个仙的这一道 所以是七去 好那这个七去的来由是到底从哪里来 它是怎么演变的 那同样是人 为什么人有这么多不同的形态 不同的类型 那这是我们大部分的人 在学习佛法的时候 会遇到的所谓六道轮回的观念 那它是本来就有 还是它是后天的 一个什么样子的因素去推进的 那在今天我们会讨论到这个七去的一个状况 好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最后一章就是我们下礼拜会提到的五十阴摩 那这是佛陀特别补充说明 好那因为我们在禅修的过程 所以修行的过程有很多的 这种意外的状况 或者是有很多的所谓的感应 或者特殊的经历 那它到底是应该要怎么去面对它 好那如果没有处理好 会不会走火入魔 所以这是一般我们会想要多了解的 所以这是佛陀特别加开的一张五十阴摩 好那我们来看 这个129页 129页最下面 这个诸道分一开始就是 前面已经讲完修正 修行应该要什么观念 那在修行的过程应该要怎么入门 那入门了之后又应该要怎么样来检查我们的成果 修得好就有修得好的结果 修不对就有修不对的效果 所以呢前面见到修到跟正到 讲完了 阿难在这个地方呢 他自己就产生了一个疑问 他的问题是129页的最下面这一段 他说啊 他问了一个问题 他说如果这个妙明真心 他本来是清净的 那这个清净的这个心啊 怎么还会伸出六道轮回的这些痛苦的情况呢 就意思就是说 如果人人都能成佛 人人都是佛 那既然是这样 我们的心都清净 我们为什么平白无故要去受苦 那地狱恶鬼畜生 或者是当人有时候苦乐参半 是什么样的因素导致我们在轮回 如果我们的心是都可以做主的话 我们为什么要白白的来受苦呢 所以这个是阿难的问题 其实这个在前面见到分的地方 这妇罗娜也问过 妇罗娜已经问过了 说既然这个世界是这么清净 那为什么我们还要制造出一个痛苦的世界 让自己痛苦 所以呢阿难到这个地方 后面这诸道分这边才问 那他问呢 还给佛陀两个选择题 所以他是选择题的 不是问答题 什么叫问答题呢 他问 他说来130页这边 第一行 他说 请问这个六道轮回 地狱恶鬼畜生这种状况 他是一 他本来就有六道轮回 譬如说 是 譬如说有一个地狱 那就像我们的世间的监狱 那这监狱呢 是本来就有 就像地狱 地狱本来就在某一个地方 那我们做错事呢 我们就会被 被判官判刑 然后我们就被关到那个地方去 就像监狱 法官给我们判罪 我们就去服刑 是这样子 他本来就有这个地方 好那二呢 二是说 他本来没有这个地方 是我们自己的忘习 忘念去制造出来的 我们去做了地狱的受苦的事情 我们应该会受报的恶事 然后呢 我们做了坏事之后 我们自己的心去制造出一个地狱 然后我们在自己制造出来的地狱里面受苦 第一题 第一题就是 好 有一个无形的力量在审判我们 我们做错事被关到那个地方去 第二题呢 就是什么 第二个答案就是 我们自己制造的 他本来就没有这些东西 是我们自己制造出来的 好所以是心内有的 还是外在的一个力量 好去宣判我们是往上走还是往下走 好 觉得是一的举手 就是他本来就有 然后我们被关进去了 好做坏事就被天打雷劈 一遭天前 好或者是被谁宣判你要去服刑服多久 这是一嘛 好那如果不是一那是二 觉得二的举手 自己自作自受的 好 好 一古然就有读过楞严经 楞严经的答案是什么 好 楞严经 佛陀的答案 他是告诉我们什么 其实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地狱 他不是某个人 他看我们不顺眼 然后去创造出一个这样的情境 好 那做错事呢 他就把他关起来 好那这个人可能我们会想说 佛菩萨 有时候我们恐吓小孩子的时候 会说 你再不乖 菩萨会被打屁股 所以就像我们小时候会说 你再不乖 我叫警察把你抓起来 一样 那事实上呢 我们经过了楞严经的学习之后 会发现 其实这是我们自己的习性所使然 我们的心创造出一个世界 这个世界让我们受苦 所以呢 在这边呢 130页里面 佛陀他就来分析 为什么 那我们刚开始本来是亲近的 可是我们就是因为不知道原因 叫做无名 没有原因就产生了烦恼 叫一念不觉生三系 没有原因我们就产生了一个 是不是应该要来做个什么 本来没有烦恼的 突然觉得人生生下来 如果没有烦恼好像没有存在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因为自己的妄念 自己想东想西的习惯 而制造出一些习惯出来 那这个习惯里面呢 他就会慢慢形塑出 一样一个世界 来让我们感觉到 可能在这个世界里面 我们是快乐的 或者是这个世界里面 我们会是痛苦的 所以呢 那在这边呢 佛陀就略分为二 把我们的习性略分为一个是内在的 一个是外来的 外在的 一个叫内分 一个是外在的 外分表现在外的 好那内分呢指的是忘情 所以呢比较强调感情的部分 所以我们说人生可能都会分成两种两大元素 一个是理智一个是感情 所以这件事情该不该做 我们会用两种感觉来判断 第一个就是我的情感上 我想不想做 我喜不喜欢做 我爱不爱做 那在理智上呢 我们也会有一个判断说 我该不该 可不可以 是不是适合 所以呢 也许我们说 我现在要减肥 在理智上呢 说这个是不可以吃的 增加卡路里对健康没有帮助 增加我们的 这个身体的负担 但是在感情上 我们很爱 那很爱的时候 这个感情跟理智两个就会挣扎 好那 这一个就是我们组成 我们的习性的主要的成分 一个是内在的感情 所以我们其实就是 因为我们有很多的情感 那对于人事物有很多的情 那这个情的酝酿在我们的心里 就是心里面的一种感受 那表现出来呢 他就会变成一种想法 所以我为什么喜欢他 可能是因为他的想法 他的心念 或者他的作为 或者他的习惯 或者是我们有共同的嗜好兴趣 所以当我们表达出来的时候 他就会变成一种理念 一种想法 那一个内分 一个是外分 那我们通常就是这两分呢 是不是达到平衡 如果没有达到平衡 我们可能就会被其中一个力量 会往那边拉 好那既然是这样子 我们来看一下 佛陀举例 这个忘情 如果我们的情感丰富 我们常有一句俗话讲 女人是什么做的 水做的 如果我们情感丰富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产生这个情呢 会用水大来相应 来产生这种水 让我们表达情感 表达情感 所以呢 这边讲 内分即是众生分内 因诸爱染发起忘情 因为我们有爱 我们执着了之后呢 好染着了之后产生了情 那这个情是真实的情还是假的 我们有时候说我真的好爱你 我真心对你 但是这个真心如果是真的 它应该可以天长地久 但是感情有没有变化 有有维系的变化 我越来越喜欢你 或者是我慢慢的不喜欢你 好是不是都会有这样子的感情变化 那既然会变化 表示它是生灭的 既然是生灭 它就是虚妄的 好不是没有 但是它不能够持之以恒 不能恒常不变 所以我们说这种感情 它是一种虚妄的 一种生灭的现象 情记不休 能生爱水 好当我们的情感酝酿到 某一个程度的时候呢 我们会产生的水 举例 譬如说 我们如果爱吃东西 心意争修 我们想到我们喜欢吃的 现在刚好晚餐没有吃 肚子正在饿 然后一想 哎呀我最想吃的那个 可能想吃包子 可能想吃馒头 可能想吃面 可能想吃某一家的餐馆 好这时候呢 我们想到这个 然后肚子刚好又饿 好想到会怎样 流什么水 口水就流出来了 所以没有吃到 我们就看了 我们看有时候 小孩子看到人家 在那边吃糖果的时候 他就在旁边一直流口水 所以呢当我们的 这个心是跟 贪念相应我们的感情 我们爱这个爱那个 我们可能就是 会相应到我们的口水 好那再来呢 如果心里面想到情人 这个情人有可能是我们的爱人 可能是我们的家人 可能是我们的朋友 我们有感情的对象 那这个人呢 是过去 这是过去的一个记忆 在记忆里面 我们回忆到他 不管你是爱连他 你是悲怜或者是恨 都会让我们流下什么 眼泪 所以有时候我们说 奇怪 这个人在那边吃饭 为什么吃这个面呢 吃一吃 他就在那边掉眼泪 原来呢 他说 因为这碗面 让我想起我的母亲 这碗面 让我想起我的谁 所以呢 他就感同身受 是悲从中来 触景伤情 所以呢 当我们流下眼泪的时候呢 表示我们的 这是我们情感的一个展现方式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现在的这个 好 这个画面中呢 有一个父亲 这个父亲 好 这个父亲呢 他看了一部片子 他眼泪掉个不停 这个片中的小公主是谁呢 哦 骗 啊 好 这小公主呢 自己偷偷在化妆 原来是他的宝贝千金 爱不爱爸爸 爱 你现在最想做什么 最想做天使 来各位 我们到这个地方 我们看到 我爸爸看到了这个影片 眼泪要掉出来了 为什么 大家猜 可能他的女儿怎么了 可能他的女儿怎么了 可能他现在怎么了 是不是 所以呢 他现在在回忆的是 以前的女儿 还是现在的女儿 以前的 要不然他为什么要去看影片 然后在那边掉眼泪 所以我们看到他 他是有感情的 这个感情呢 为什么会促使他流眼泪呢 来我们来看结果 哭到那样 原来 原来他的 天使一般的女儿 现在 已经变成 没有办法想象 所以他看到他女儿 现在变成这样 他只好一直拿着 他过去小时候 纯真无邪可爱的 天使般的女儿的影片 在那边独自流泪 所以这是感情的部分 我们要去反映出自己的情感 是心意 钱人或怜或恨 不管是怜爱也好 或者是恨也好 都会引发我们的心里面的 这个情愫 好 那如果你是贪求财宝的 会怎样 见前眼怎样 好 见前眼开 整个眼睛就亮起来了 具体发润 好 那同样的呢 男女二 男女二众呢 彼此之间表达感情 也是 这个二根自然留意 所以呢 这些所有的感情 虽然不同 可是他都会感应到水 请问水的结构 水的特质是 往下还是往上 所以我们说 如果我们的心里面太多的感情 这个水大赤盛的时候 我们会往下拉 还是往上升 好 所以感情的力量 这个润湿不深自然从坠 这个感情会把我们拉到越来越不好的地方 比较往下的方向 所以这是第一个力量 好 第二个力量呢 第二个力量就是外分 所谓的外分就是我们的虚想 所谓的想呢 其实通常都是我们有理想 我们有梦想 或者是我们有某一种价值观 那这个呢 就是会透过我们的表达 透过我们的追求 透过我们的这个努力 去想要达成某一个目标 好 那这个呢 这个想呢 其实它也是虚望的 它也是一种 这个幻化的 所以我们说 五岁的时候 我说我长到我想做什么 15岁的时候 可能又会换成另外一种价值 到25岁到35岁到55岁 我们还是怀抱着一种理想 一种梦想 我有想法 但是它是一样 跟感情一样 它也是生灭的 它是无常的 它还是会不断的变动 所以我们会常常 想东想西 有不同的想法 但是呢 这个想法是会被调整 会被修正的 好 所以不管是怎么想 这个只要我们的想的比较多 我们的理智比较多 我们的心念比较 有向上的力量 为什么它会向上 因为这个想 能产生殊胜的 所谓的正气 那气的力量是往上走 还是往下走 往上的 所以如果我们持戒 众生心持境界 全身都会感觉很清静 很轻盈 所以持戒 因为我们的心就有正念 那我们在持了这个戒 远离了这些 所谓的贪嗔痴 我们的负面的思绪 有了正念之后 我们的身心都会清静 那心持咒印 顾盼雄义 所以我们上个礼拜 持了任言咒之后 大家有没有觉得回去 走路都不用怕的 这半夜都不用怕 因为我们身边的护法善神 所以当我们持咒 我们的心有定力 有正念的时候 就可以怎样 可以排除万难 觉得自己很有力量 想要升天 就会梦到 什么 我要往上飞 所以如果你想要升天 你会往上还是往下 你的心你也会往上 如果你想要到地狱去呢 你会往哪里 就往下走 所以我们说想往上的 其实都是自己的心呢 朝向光明 朝向天空 朝向上 朝向善法 来走 所以这个是升天的 如果我们除了升天之外 我们还想要到殊胜的清静的国土 那自然而然呢 圣静明显 所以我们说 在任言经里面呢 讲到 当我们想要发心 发菩提心 想要成佛 我们是往上想 诸佛菩萨都知道 还是要往下看诸佛菩萨 一般通常就是往上 所以我们说 诺香站 唱诺香站 诸佛还会吸摇纹 当诸佛还会来的时候 你是会往上 你会看到炉香炸褶 这个炉香炸褶 这个香是香炸鸟鸟 往上好像在供佛一样 所以如果我们心里面 存着诸佛菩萨 我们的心会往上提 所以圣静明显 是善之士 自清生命 当我们呢 恭敬我们的上师 恭敬我们的师父 恭敬我们的善之士 我们的心就不会这么看重自己的生死 可以超然无外 这时候呢 我们会超越自己本来的限制 好 所以呢 我们现在来看 有一个小和尚 他刚刚出家 结果他们家的老和尚 就往生了 那他对于注念这件事情 有没有信心 可能一半一半 一半一半 所以呢 他就来为他的老和尚注念 结果没有想到 发生了奇特的事情 当他念念佛的时候呢 他的老和尚就浮起来了 他说真的还假的 来试试看 又跌下去 不念就摔下去 念了就起来了 所以这样子玩弄老和尚 这样子实在是很糟糕 后来呢 他升起了无比的信心 专心念佛 一直念 让他的老和尚到天上去 我们这老和尚真好 念的正热的时候呢 接下来何去何从 这是一个基金会 他为了要推广注念 所以呢 就举行了一个网络的征选 那大家就是来 来做投稿的比赛 那结果呢 这一个这部短片呢 他得到第二名 为什么他得第二名呢 因为他的缺点 就是他这样 对老和尚不恭敬 老和尚还需要注念吗 当然不需要 但是呢 这边就可以让我们 再简单的看到 当我们有一个正念 要祝福别人 要帮助别人 我们是往上还是往下 往上 所以我要帮你打气 当你被我加油 被我打气了之后 你会往上走 所以一个人如果有理想 有抱负 有这种想 虽然他也是一个虚妄的 可是他是可以被激发的 可以被提升的 那这时候呢 就会往上走 所以这边讲 诸想虽别 轻举是同 就是往上的力量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就会因为正念 因为正确的想法 甚至因为这个观行 或因为我们念佛 他就会超越我们原来的限制 好 所以我们就知道 情会往下还是往上 下 想会往上还是往下 往上 所以这两个力量呢 在什么 在生的时候 我们在这一生 我们是顺着自己的喜性 所以来上课了 我们就很有正念 可是回去呢 可能又看到自己烦恼的事情 我的念头又往下走 所以呢 我牵挂的事情 带着我往下走 那我的正念 我的学习会帮助我往上 生的时候 活着的时候 我们会顺着自己的喜性 慢慢养成一种惯性 那死的时候呢 当然也会顺着这两个喜性 那什么顺 在这一生 这边讲 灵命忠实 为神暖处 一生善恶俱始顿线 就是这两个习气 在互相交战 那我们就来看 这两个习气 一个是带着我们往上走 一个是带着我们往下拉 那到底谁的力量比较强 就会决定 我们会到哪一道去 好 所以六道轮回从哪里来 从我们的习性牵引 如果我们在这个习性里面呢 我们去把它做一个简单的计算 就是把情跟响的成分 我们的这个全部呢 加起来算十分 如果我们在十分的心念里面 全部都是情 或者是全部都是响 或者是有情又有响 有夹杂 那我们会怎么去 好 我们怎么去 所以呢 这边佛头就帮我们做一个分析 如果我们这个人心里面呢 随时随地都是在正念 好 时时刻刻 我们的所有的心念的十分 全部都是纯想的 会到哪里去 全部都是照着我的智慧 我的理念在走 那往哪里去 自然往上走 因为想的 想的相应的是什么 圣气嘛 好 所以我们刚才讲 外分是想 那这个想 这个理念 或者是这个正念 它就会拉着我们往上走 所以纯想即非到天上 如果我们还有一个要到净土 要到极乐世界 好 那就会沉走我们的善愿 就会到那个地方去 所以这个是想的成分 好 那我们一般呢 要问的是 那为什么我们会当人呢 人到底是情多还是想多 不一定对不对 有时候就要挣扎 有时候这个多 有时候那个多 有时候大家平衡平衡 所以呢 简单来说 人会身为人 不是往上飞 又不会掉下去 不飞不醉 叫做一半一半 五分情 五分想 我们就会到人道去 所以呢 如果你是重感情的 那你又会有一个正确的想法 所以常常呢 就是在这个理性跟感情两边呢 在平衡 所以呢 人道是这样 一半一半 所以我们才会有所谓的挣扎 所谓的衡量 到底应该怎么样取舍 所以明明知道不可以 可是呢 理智上呢 告诉我不可以 可是感情上会拉着我去 所以我们就是看哪一边的力量比较强 所以有两种可能性 往上或往下 好那如果呢 我们这个心里面 这十分里面 情比较多 情感的成分比较多 它会往哪里啦 往上还是往下啦 就会带着我们去 随着自己的感情来走 随着自己的情绪 有的人说 啊我很冲动啊 我都很随性啊 我性情中人 性情中人呢 其实就是凡事呢 都不会考虑 随着自己的感觉感受 那如果我们在这个十分里面呢 六分情 四分想 或者是七分情 三分想 我们就很容易呢 就会向 这个畜生道的方向走 所以你看 这个狗呢 它也有感情 但是狗 它的感情 它不会去分辨说 你是好人还是坏人 对它好的叫做好人 对它不好的叫做坏人 它不会说 哎你看这个 哎这个有些做坏事的 这家里面 唯恶 唯恶的 它也养了很多狗 那狗对它是忠心耿耿 为什么 因为它没有办法判断说 哎这个是正确的还是不对的 它只要是 对它好的就是它的主人 它就于衷 所以呢 比较有感情 而比较少的智慧 那这个就会到畜生道去 如果是七分的情 八分的情 到三分的想 两分的想 越来越往下走 就是去恶道去的 所以呢 这个情多想少 就会往地狱恶鬼出身 好 那如果我们是纯情呢 很多人说 哎呀 这个纯情不错 如果你是一个纯情少女 其实会往哪里去 纯粹完全都是只有靠感情的冲动 感情我要哪里 我爱谁 我就奋不顾身 那会往哪里去 就是到地狱去的 所以纯情不是好事 所以以前学佛之前觉得 纯情这个人 好纯粹哦 那其实呢 当我们知道 如果我们只是用感情 来做判断 我们就很少有理性 就没有智慧 好那这样子呢 我们其实会常常受苦 为情所苦 好 在里面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 原来佛陀他有这样子说 那既然有这个六道 那都是依着这两个习气 在推进 那这个两个习气呢 他最后他会怎么样去形成 六道的果报 让我们受报 好 所以在132页开始呢 好 他就 佛陀就介绍了十种主要的习信 那这十种习气里面呢 有淫 有贪 有慢 有撑 诈 狂 怨 见 网 送 这十种都是好的习气 还是不好的习气 这是比较不好的习气 那如果我们没有这十种不好的习气呢 那我们势必就是表示 想比较多 我们的智慧比较高 智慧比较高 这个习气就比较轻 如果智慧不是那么高 理性的部分 正念的部分少 这个习气就相对重 重到他变成一种力量 让我们不得不去 他就会形成所谓的六交报 在哪里受报 在六根受报 好 在六根受报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地狱 他怎么形成 我们看到132页 132页的第一个习气叫做淫念 淫习 那这个淫习呢 要严重到让我们不得不被他拉着去受报 他其实已经到没有办法回转的余地 好 那这个淫习的出现 他就会出现在我们的眼耳鼻舌生意 让我们没有办法停止那种淫念 那没有办法去的时候 他会形成一种力量拉着我们去 所以呢 像我们在这个良黄宝颤里面 这一部颤法里面 就曾经去描述到受报的这种情况 当我们的这种心啊 这个地狱的业 他要现前 这时候呢 我们要受报的这个人 要去受罪的这个人啊 他看到的景象是由他自己的心 所幻现出来的 那他的心幻现出来的呢 旁人看可能不是这种景象 但是他就会依着他自己的想望 他去幻现出这样的现象 所以在良黄宝颤里面呢 就讲到 如果这个人他是因为很爱好女色 他要去受报的时候 受的报是什么 是刀山是剑树 刀山剑树的报呢 他看到的不会是刀山 如果他看到的是刀山 他会去吗 他说哦 这个好恐怖哦 这个地方是刀山 然后我还要跳过去 给他插下去这样 应该不是哦 所以呢 当他要去受报 他一定不是看到那种恐怖的景象 而是看到他很爱的这个景象 所以呢 当他看到的这个 迎戏所受的这个报 他看到这个刀山 他不是看到刀山 他是看到绿草如荫 他是看到他最爱的美女 而且呢 这个美女呢 还一直跟他招手 说来哦来哦 来赶快来 所以对他来讲 他就会觉得 他这个力量大到 奋不顾身 即使旁边的人告诉他 千万不要去 这个有陷阱 有危险 他还是硬要往那个地方钻 那等到他扑上去了 或者是他已经跳上去了 哎 这个美女呢 就不是美女了 好 这个绿草如荫的山坡地 就不是山坡地 而是马上转眼一变 变成原来 他没有看到的情况 叫做刀山剑树 然后呢 这个美女变成什么 牛头夜叉 就是专门在 让他哪里都不能去 专门在惩罚他的 那这个是怎么出现的呢 好 这个就是从我们的淫念出现的 好 那淫念怎么出现在 132页里面呢 就讲到 好 云合十音 那我们看到第二段 阿难依着银席交接 发于相磨 研磨不休 如是固有大蒙火光 于中发动 所以这边有看到 如果银席 当我们的淫念赤胜的时候 我们会表现在自己的行为 就是一直摩擦 那研磨不休 那这边佛陀就举例 如人与手 就像我们这两只手 如果互相摩擦 会产生什么 会产生热 会产生热 那这个摩擦到最后呢 如果他到一个程度 已经到不能控制的程度 他就会升起大蒙火光 会暖向现前到大蒙火光 那二席相燃 故有铁床同住等事 所以就会展现出一个幻觉忘息 好 叫做铁床同住 那我们看铁床有什么 没有什么啊 铁床这睡起来还蛮舒服的 但是呢 这个铁床呢 不是你想象中的铁床 因为他还加上你的蒙火 加上你营念所产生的这个火 所以铁加火会变什么 会变铁板烧 是不是 就不是你说 哎呀铁床 哇好啊 这个可以躺 不是啊 因为铁再加上你的营念 就变成什么 形距了 铜柱 铜 现在很贵啊 那铜加上火了之后呢 还得了啊 你就抱住了 就全身发烧了啊 就烧焦 所以呢 在这边呢 就讲到这个营念啊 再加上这些所幻现出来的形距 他就变成不可思议的地狱的景象 好 所以这是第一个 银席啊 第二个 贪 贪席 香蕉 贪席交际 当一个人的心啊 贪 什么都要 什么都揽为己有的时候 他的力量是往内吸的 所以发与相吸 吸然不止 故有 兼 兵 饥 寒 所以有这种寒冷的状况 那这个寒冷状况呢 佛陀举一个例子 就像我们现在把嘴巴张开一点点 然后用力吸一口气 我们会吸到什么气 大家吸吸看 用力吸一口 发现有什么 冷的还是热的 冷的 冷的 所以呢 当我们是香吸的时候呢 他念的习惯是这样 什么都要嘛 什么都吸到我们自己身上 像磁铁这样 当我们往内吸 我们是有这个寒气冷处产生 这个寒气呢 我们现在吸啊 只是小小的瘫而已 当他这个瘫呢 瘫到变成地狱这么严重的 罪过的时候呢 那已经变成 不可思议的 寒冰地狱 所以呢 这个感应到寒冰地狱 因为我们的瘫念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寒冰地狱 二席相邻 故有什么 渣渣 波波 罗罗 青赤白莲 寒冰等事 这都是 寒冰地狱的名称 那大家不要想说 哇这个地狱的名称很好听啊 还有青莲花 赤莲花 白莲花 为什么他叫做白莲花 赤莲花青莲花 就这么美的地狱的名称啊 白莲山庄这样子啊 那其实是因为当在你这个寒冰地狱里面呢 天寒地冻你是不是 全身都没有 衣物可以包裹 这时候你的皮肤会怎样 皮栈肉开 开得像莲花一样 整个裂开 所以呢他用这种 里面罪人受爆的时候 他全身的状况 已经皮栈肉开来形容这个叫做寒冰地狱 那渣渣波波罗罗呢 是因为冷到 冷的时候你会发出什么声音 这是冷的声音 所以寒冰的声音 所以这是 叹息会 会感应到的一个情境 所以呢 有些人说啊我这个小毛病啦 对小毛病是不会有什么影响 等到他已经变成不能够控制不能够做主 他拉着你去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的景象跟平常 觉得还能够控制的景象是完全截然 不同 好那这个景象会怎么样 展现在 134页 展现在六个地方 这六个地方啊从哪里来 从六根 而来 所以记不记得我们在二觉定义的时候讲到 所以我们 我们在哪里受苦 在哪里受报 在哪里造业 就是六根造业 六根受报 所以眼睛看了 做坏事 眼睛受报 耳朵听 起了恶念 就耳朵受报 所以眼耳鼻舌身意 会让我们受 地狱的报 好所以我们去 去哪里 跺到地狱去 就是眼睛看到地狱的景象 耳朵听到地狱的景象 眼耳鼻舌身 感受到地狱的景象 我们就在地狱里面 好所以呢 眼所见 他有怎么样来报呢 来 第3段 第3段 云合恶报 从六根出 依着剑报 你就会看到 各式各样恐怖的景象 也许你看到的是大猛火 也许你看到了很可怕的景象 或者是你的冤家 或者是这些恶 这个 这些恶鬼 这些夜叉 来 来 索命 可能你就会看到很多 你越害怕的事情 他就出现 这是第1种 所以民见 第1种叫做民见 能够骗见种种 恶物 身无量位 让你恐惧 好那第2种呢 就是也是从眼睛来受报 但是第2种恐怖呢 就是你什么都看不见 一无所见 这样子也会让我们觉得很恐惧 所以呢 当你眼睛陷入一种 这种 黑暗中 你会生起恐惧 好那 另外一种呢 就是你看到了 可是却看到你不愿意看的 会让你害怕的 这也会恐惧 所以这个叫做见报 第2种报呢 叫做闻报 闻报就是听 听 第1种是听到各式各样恐怖的声音 第2种呢 是什么都听不到 所以呢 见闻觉知 这个6根的造业 6根的受报 怎么报 就是让你看到 听到 你躲都没有地方躲 或者是你什么都看不到 什么都听不到 你不知道该何去何从 所以呢 这是6根 受报 那 如果这10种习气 在推动 展现在6根受报 我们的地域的 这个结果就形成了 好 所以呢 我们看到136页 136页这里呢 讲到 他总结 他说 市民 在下面倒数第2段 他说 那市民地域 十因六果 那大家呢 自己再把它 配合起来 10种习气 来形成6种结果 在哪里 形成在6根中 在6事 你看到什么 听到什么 或者是你感受到 被删 这个压下来 我们全身被碾碎 那就是深的一种感受 或者是你闻到 很恐怖 很臭的味道 或者是有毒的味道 或者是你没办法呼吸 所以 眼耳鼻舌生意 让我们受报 十因六果 但是 这边佛陀讲 这个六果呢 其实他 都是 众生的什么 迷妄所造 其实都是我们迷了 我们的妄念所造的 若诸众生恶业同造 入阿比喻 受无量苦 经无量劫 六根各造 及彼所作 坚敬坚根 世人则入 八无坚欲 他说这些呢 其实是如果你共同造恶业 你就会共同展现出 同样的一个情况 同样的可怕 而且呢时间也是无量 那这样子呢 我们的 夜暴 在哪里形成 就在我们的 妄念中 我们的恶念中 形成 好所以这边呢 就讲到说 既然他是妄 所以 这个就是一种习惯 那既然习惯是妄 可是我们会把他造到 不得不去受报 表示这个习惯已经 好什么 已经变成 积息已久 已经变成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 好所以呢 当我们从地狱的恶报 受罪 受到 罪 慢慢慢慢 该受的罪都受完了 好现在出狱了 出狱了会不会还带着以前的习气 还是会带哦 如果没有修行 我们是顺着自己的习性吗 那是修行之后才知道要改 这个坏习惯要改 没有修行 怎么会知道要改 都会助长 都会加强 好所以很多人说 人不畏己天出地灭 我就继续去做 我爱做什么 我就做什么 有什么好怕的 但是学佛之后就知道 原来呢 这个是会引起我们 不可思议的后果 我们就会 在阴上去改变 那问题是 如果我们今天 都没有要改变 这个地狱 受罪受完了 我们 罪比较轻的 就会转身到哪里 转身到 第2集的 叫做恶鬼道 137页呢 这个恶鬼道 他们转身到恶鬼道 但是 还带着 过去的过去的习性 这10种习性呢 继续在 影响 在恶鬼道里面 你会 变成 不同形态的 鬼 好那很多人说 哎呀 这个地狱已经 够恐怖了 有各式各样的地狱 原来是由我们的习气所产生 那到了鬼 我们很多人呢 都很害怕鬼 听到鬼 就有无限的想象 那到底鬼是长什么样子 那鬼又是什么样去形成 那鬼是什么样子的状况 可能我们是看了很多鬼片 所以我们会有什么 西方的吸血鬼 会有东方的僵尸鬼 然后会有什么 日本的真子鬼 然后或者是有这种狐狸的这个狐仙鬼 或者是美丽的 这个女鬼的电影演的 电影演的不管是什么形态 他都不一定能够讲到 所谓的鬼 那真正的会影响这个鬼的形态 其实最主要的 是喜气 所以就像我们人 人有千百种 但是 我们都不知道这个人为什么会这么怪 这个人为什么那么狠 这个人为什么天生就这么乖 为什么有的人就是非常有人缘 有的人就是 这个好像过去的习性 不知道 天 这个所有的人 全世界人都欠他一样 所以每一个人都有每个人习性 就跟 一样的情况 我们的习性不同 会形成我们不同的生命形态 那到了鬼道呢 他也会被这十种习性推进 所以呢 如果你的是吟习 你就会 变成一种风流鬼 如果你是贪习 你就会变成一种怪鬼 如果你是慢习 你就会变成一种魅鬼 所以我们看 137页呢 这边 他就来 分析 我们 当鬼 也会有鬼的一种习惯 所以第1个呢叫做什么 就是贪习 是 物怪之鬼 若于本因 贪物为罪 世人罪弊 欲物成行 名为怪鬼 那这个怪鬼是什么 怪鬼就是 你爱你的东西 有的人爱收集古董 有的人喜欢呢 我们的 这个收集车子 有的人呢 爱财产 有的人是 爱好 每个人所爱不同 那因为你太爱 爱了爱久了呢 你爱不释手 每天就看就抱着这些古董 久了等到你要往生 等到你要走了 你的神灵 你的灵 就是你的这种神事呢 就依附在这个物品上 就变成 怪鬼 是不是你本来不是长那个样子 结果呢你因为爱这个镜子就就变成镜子的样子 你本来不是车子的样子就你爱那个车子就变车子的样子 你本来呢不是那个房子的样子 结果你就依附在这个房子 你就变成那个房子的样子 所以呢我们说山有山神 水有水鬼 乃至于呢 这个东西呀 有些有些人喜欢收集古董 可能你在这个古董里面 这个古董 这镜子呢这么美这是谁曾经用过的 有一天你在镜子里面突然看到一个 不是你的脸 然后这可能就是什么 这就是怪鬼 依附在这东西对他来讲 他觉得这是我的 好那我们这边呢看一段这个 这个叫做 电影 但是这个电影呢 我们要看一小段 来我们先关 这电影在讲一个鬼的故事 所以大家也不要很害怕 这是一个大庄园的女主人 这是一个大庄园的女主人 我是Bertha Mills 妈妈 这是Edmond Tuttle 很高兴见你妈妈 你必须是森林 那是对 森林 我才招人没有多久 就有三个人来应征当仆人呢 就有三个人来应征当仆人呢 但是她们来了之后呢 就发生了很多奇怪的事情 这个女主人呢 这个女主人呢 有两个小孩 这三个人来的时候 她说奇怪哦 这个庸人呢 在一周之前 就突然离奇的 不见了 都不见了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所以表示这个房子 应该怪怪的 这房子不完全是正常的家 因此我的报道 在报道中 要求正确的 努力的人 没有人比我们更正确的 努力的人 没有人比我们更正确的 对不对 Mr.Tuttle 好 那我们要直接看结局 当然 这个有中间 发生了很多奇怪的事情 那后来呢 好 我们来看 好 这个小朋友 这是女主人的小朋友 他非常怀疑 这三个 这三个人呢 可能想办法 要侵占 他的房子 所以他就要保护他自己 然后把这三个人赶出去 然后把这三个人赶出去 就把他们三个庸人赶出去 但是三个人也想要报复 这三个人赶出去 是 definitely 我们应该要走 然后探索 这三个人赶出去 什么事 什么事 我应该要走 你当时 说 我应该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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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兩個小孩呢 很擔心他的母親 兩個吵架 為了他的媽媽 這個姊姊的膽子很大 姊姊這麼大膽 弟弟怎麼辦 姊姊要走了 他只好跟著去 姊姊姊 冷靜 I think we got lost I still haven't left the garden yet silly I'm scared I shouldn't have come then Say something What shall I say I don't know Anything Let's see My name's Anne and I'm walking I'm walking and my name is Anne 他去查庸人的房間 What's that over there 那這小孩子呢 看到了三個墨碑 Don't go near Why not What if a ghost jumps out Graves don't have ghost It's only skeleton 我媽媽在庸人的房間呢 看到了一個奇怪的東西 同時 這個姊姊呢 也發現了 他媽媽 這三個人 我原來 很早以前就死了 Aah What does it say Must be strong now children Egalus come here Mr.Mild Please don't tell mommy we've run away Don't speak to them Why They're dead What They're ghosts Please come here Come on Egalus The ghosts Why aren't they wearing sheets And clanking chains Who said that I don't care what I said Get away from them You're always teasing me And telling lies And I'm sick of it I'm not teasing you I'm telling the truth Come here Quick A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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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ldren R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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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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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n't come any closer Don't move On trouble you're also with them Tuberculosis finished us off No S Jim On trouble you're sent them Are you loes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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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ven copy 走 走 沒有 這個鬼還不太會走 開不了門 走開不了門 出門 別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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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倆不離開 走, hide 走 我試著讓你解釋 解釋什麼? 關於房子 關於新的情況 什麼情況? 我們必須要學生的一生 生命和死 如果你死,你會在平 你必須在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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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裡,進入 你必須在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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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人在平 amigos 我們 Come with us Nicholas? Anne? Where are you? Answer me The intruders have found them There's nothing we can do now You'll have to go upstairs And talk to them I'll be there I can go I won't be there 我愛你 祖父母 我愛你 祖父母 祖父母 為何你害怕 為何你不想我們 為何要你朋友 來吧 講話 講話 I can't... speed Tell me What happened Don't tell her Don't tell her Don't tell her If I tell her They'll leave us in peace Mummy Mummy Why are you crying children What happened In this room What did your mother Do to you Something about a pillow Is that how she Killed you With a pillow With a pillow She didn't kill us Children if you're dead Why do you remain in this house We're not dead Why do you remain in this house We're not d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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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所以最後是誰是死人 是真正的女主人 選擇怎樣 搬家 好我們看到的一個什麼 什麼鬼 這是什麼鬼 這不知道什麼鬼是不是 這叫做地基主 我們一般 就是他把這個房子當成是誰的 他的 所以呢 前面那三個庸人是在50年前死的 那他是比較後面死的 好那新的主人呢 是現在活著的人 好那因為呢 每一代的人都認為這房子是他的 所以他認為新的 是入侵者 是來霸佔他的產權 是來霸佔他的房子 所以呢 他在意識裡面呢 他並不覺得他死了 這是他的 所以這是他的空間 所以我們說 這叫做依附在這個他愛的東西上 所以附 依附了之後呢 我們就說 啊這個就像地基主 這房子呢 是我的 曾經是我的 好 不管曾經或者是現在 我們都會覺得那是我的 好就像我們的習慣 我們以前曾經住過的房子 即使搬走了 我們在開到 開車開到這附近 就說啊這我我的房子 是不是 好雖然現在易主了 但是我們的執著的心念 曾經跟這塊土地 跟這個東西有過串聯 我們的執著的心 就會讓我們守著這個東西 好那也許我們說不會啊 我們我不會那麼戀物癖啊 但是也有這樣子 當他變成一種執著的時候呢 他把他揽為己有的時候 他就會變成這樣子的 一種鬼魅的狀態 所以所謂的 我們的心念的執著 他就會產生 這樣子的一個形態 這種習氣 好所以呢 我們在佛法裡面 我們對於這種鬼啊 西方人可能用 降魔驅魔的方式 或者是搬離 但是我們怎麼處理 對我們如果搬走 請問這個房子有地基礎 請問別的房子不會有嗎 這塊土地有死人 其他房子都不會有死人嗎 是不是 所以呢 在佛法裡面呢 他說這個是一種形態 六道群靈 他只是一種生命的形態 那我們要去問的是 怎麼去解決他的習氣 讓他脫離那種痛苦 讓他脫離他習氣的束縛 所以呢 剛才講到超見 那超見是什麼意思 就是用佛法的方式來開導 來為他做功德 好那當我們人知道另外一個出路 另外一種方法去轉念 去改變自己的行為 去改變自己的習氣 我們就有機會得到解脫 所以所謂的超見 就是把這個 就是我們的習氣呢 能夠讓他怎樣 注入一個新的力量 所以剛才講情跟想 因為我的情質 我愛這個東西 所以我把它佔為己有 這是我的守住他 那我們再加上了一個正念 一個想 他就會超越嘛 好所以呢 在這個佛法裡面呢 我們用和平共處的方式 用誦經的方式 為他做功德的方式 好來讓這個彼此之間的 這個生活空間呢 是有一個提升 好所以呢 欸有的人說 這個法會呢 看起來沒有什麼效果啊 好那幾張紙就有效嗎 其實不是那個紙的問題 是那個心念的問題 好那我們在這個 送金祈福的過程呢 我們的清淨心 是會讓我們身邊的人 得到了一起 大家一起的提升 好所以呢 有人會問喔說 啊師父聽說在家 不能送地藏金 好為什麼 因為當我送這個金啊 或者送什麼金啊 等一下那些鬼通通來了 怎麼辦喔 所以馬來西亞還有一個居士說 師父我只要送到地獄那一瓶 我家對面的狗就開始哀嚎 我家旁邊的那個雞就開始混亂 是不是他們都來了 那也因為這樣的觀念 讓他在家不敢送金 好在家不送金 這個這個聽法的鬼 不會來 可是會不會有其他的神靈 只是你沒看到而已啊 吵架就有吵架鬼啊 喝酒就有酒鬼啊 所以呢 欸你送金會來的 是好的還是不好的 是喜歡聽法的 還是不喜歡聽法的 那喜歡聽法的 的這種所謂的鬼道的眾生 他其實就會比較有福報 比較有智慧 他為了聽法 為了能夠聽了之後 能夠得到解脫 能夠呢身心很清淨 可以超越 他是不是要讓你全家 都能夠平安無事 你才能夠繼續送金 所以呢他會變成什麼 他會變成護法 他會變成保護你這個地方呢 能夠都是喜歡聽法的 都是善淚的 那如果我們因為害怕而不送金 那其實家裡面 難道就不會有一些路過的 或者是有一些 原來都已經住在那邊的注重嗎 也不一定沒有 只是我們沒有看到 那因為我們不認識他們 所以呢我們會覺得 那是一個可怕的 或者是一個對立的關係 其實不是 好所以呢 只是形態不同 我們就因為不認識 不了解而產生的恐懼 那這個恐懼呢 就會讓我們用錯誤的方式來處理 所以呢 符法裡面提供我們一個更寬廣的視野 我們知道有各種生命型態 都是習氣使然 當我們知道習氣了之後 我們要改變的是那個習慣 改變的是那個錯誤的心 因心 而不是呢 只是遠離 或者是跟他對立 跟他產生衝突 所以呢 我們就看到這個鬼的一個形態 如果是貪襲呢 叫做怪鬼 如果是迎襲來的 叫做色鬼 那這個色鬼就叫做風拔之鬼 所以拔鬼呢 就是風流之鬼 遇風成形 再來如果是狂襲呢 就會變成魅鬼 可能狐狸精 妖精 或者是稱襲的話呢 就會變成 古毒鬼 如果怨襲 就是他會怨恨 不是怨恨呢 就會變成立鬼 所以有人說 好我要穿著紅衣服 然後我上吊死給你看 我要來報仇 這種叫做立鬼 因為他心裡面的怨恨 沒有辦法化解 好那貪傲為鬼 就是一般的色鬼 一般的惡鬼 有沒有惡鬼 然後再來 貪枉為罪 這個冤枉人 就會變成嚴鬼 有的人說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這種什麼 夜半鬼壓身啊 鬼上身啊 當這個嚴鬼出現的時候 你就眼睛都看不到 全身都不能動彈 那這種鬼喜歡 好冤枉別人 喜歡呢 讓你呢 蒙上不白之冤 那另外一種 就是這個 見喜 就貪名為罪 就是妖精亡糧 這類的 那或者是呢 詐襲 他就會變成一種 異食鬼 這異食鬼 就是我們平常俗語所說的 叫做養小鬼 好那這五鬼般運財 那當然呢 這養小鬼 小鬼會幫你做很多事情 但是呢 得到了你要的 好你要名要利 你一定勢必要失去某一部分 因為要付出代價 那這些鬼呢 你要意識他 他必須要有他足夠的報仇 所以到最後呢 其實我們並沒有賺到便宜 反而如果有一天你不想用 你要擺脫他的時候 你就會產生了惡暴 因為他們是有情緒的 他們是會反彈的 所以呢 這個是異食鬼的部分 再來傳送鬼 就是像剛才那個靈媒 他怎樣 他傳遞消息 傳遞什麼消息 傳遞靈界的消息 就像我們講 當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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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可能會聽到不同的訊息 然後他才告訴你說 你發生了什麼事 你的冤親是哪裡出了問題 那這種呢 很多人都喜歡去問 去問神 問什麼 問他說他是誰再來 他也不一定是誰再來 通常都是這種傳送鬼 那他為了要取得你的信任 所以他會跟你說 他是觀音娘娘 或者他是哪一個上帝 或者是誰的坐起 可能他必須要有一些身份 才會取得你的信任 那因為這種鬼呢 他其實是有通的 所以他也會論事論得很準 可是他的方式 通常他會叫你修善 或者是呢 他會叫你去做一些好事 那這個是用好的方式 如果他是燒一張符 然後讓你貼著 然後讓你保你平安 那這種呢 就是用什麼 用黑道的方式處理 就是恐嚇他 壓住他 那這樣子呢 其實沒有辦法真正解緣事結 所以呢 有時候我們會去找這種傳送鬼 其實是因為 我們可能對於很多的 這種偽盜的事情 或者是對自己冤親債主的事情 被聽了很多不實的傳言 或者是人家說東說西 最後產生了恐懼感之後 我們就想要去多了解一點真相 但是事實上呢 這個傳送來的真的是真相嗎 有時候不一定 所以就像說 我們兩個人吵架 A跟B兩個人吵架呢 你如果是A的朋友 你一定都聽到B不好嗎 你如果是B的朋友 你一定都聽到A的錯嗎 好 所以我們聽到了 如果這個鬼呢 他沒有智慧判斷的時候 他所接收的 他看到的事情 也只是局部的片面的 並沒有辦法真正徹底的解決 所以呢 我們知道說 喔這個鬼呢 他有一種習性 什麼習性 他如果是愛貪生吃的 那他就會有貪生吃相應的習性 如果他喜歡呢 這邊打抱不平的 有時候我們也不一定要聽 因為他們的情質 比我們的情質還要重 情多想少嘛 那情感取向的 的這種 這種思維模式 他其實不能夠徹底的解決問題 所以呢我們知道 喔鬼的一個習性是這樣 但是我們一般呢 人因為不知道 想要多了解一些事實的真相 就會訴諸於這種方式 比較簡單 比較便利 比較直接 但是這其實 沒有辦法真正徹底的解決問題 而且會有副作用 所以我們要記得 這個就是 這邊就講了137頁最下面 他說呢 安安是人皆以純情墮落 所以他前一站是什麼 權一站是地獄 純情嘛 他明明就是從地獄出來 所以上出為鬼 那自然而然呢 他的福報會比我們好嗎 沒有比我們好 那我們這個 比較有福報的人 去聽那個 比較沒有福報的鬼 是不是很顛倒 好所以呢 我們有時候呢 就是會反而要問 病急亂投醫 隨便亂問 也不知道問的是對還是不對 好那這樣子呢 反而是增長的困擾 好所以呢 我們先介紹一下鬼 那等到鬼結束了之後呢 好 這下一站去哪裡 好這比較好的地方呢 往畜生道去 那我們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來看 到畜生到人 他又是什麼情況 好來一百三十八 應該是一百三十八頁 好一百三十八頁呢 他這邊講到的畜生去 他說 他說如果鬼夜寂靜 就是剛才呢 在二軌道的這個 軌道的夜 他已經結束了 結束之後呢 情與想 所以又是依據前面的這兩個力量 好 情或者是想 往上或往下的力量呢 二句成空 方於世間 與原父人願對相直 所以意思就是呢 來到了 好轉生到這個世間 那我們不太認識鬼 但是我們一定認識畜生 在我們這個空間 至少我們可以看得到的 就是有各式各樣的動物 好 那這個動物呢 他為什麼來呢 他其實不是來報仇的 就是來報恩的 所以呢 叫做原父人 就原來 你欠的 或者是原來的債主 你就願對相直 身為畜生 愁其素債 所以我們會看到呢 在這個畜生道 就是這個動物界 他都是什麼弱肉強食 他有一個食物鏈的關係 好 那這個食物鏈其實就是因為 欸他們是彼此之間有這個素債的關係 所以呢 欸我們看到這十類 這十類啊 他又是依據前面的這十種習器來的 所以前面的怪鬼是貪息啊 貪息 其物消暴盡生於世間多為什麼 吃消猛情之類的啊 那這個是吃消消類 再來 舊類 什麼舊類 就是風拔之鬼 就是前面的迎席的所產生的這個 這個 這個風流鬼 他如果這個鬼道的夜受盡了 他就來到了這個世間 變成一種舊真 那這個舊真是什麼 舊就是一種過失 意思就是一種什麼過失的征兆 就是災難要來之前的征兆 所以有時候我們這個災難來 我們會看到有一些奇怪的 這種猛獸或者是這種猛情 他會出現 那代表著這個亂世 或者是這個有災難來臨的一個征兆 所以呢 這個叫做異類 異類 好 那狐狸呢 就是觸媚之鬼 他就會變成一種這個狐類 狐類 那再來呢 從骨之鬼就是骨毒 就是以前是非常狠的 那或者是呢 稱心很重的 這樣子的鬼呢 他就會來到這個世間變成 毒類 就是毒蝎子 毒蛇 或者是這個毒物 所以呢 這個是屬於毒類 好 那帥立之鬼 這個是因為恨嘛 他在恨了之後呢 他就一直懷恨不捨 變成立鬼 那鬼道的夜靜了 他來到了這個世間呢 但是他還是有畜生的這個惡夜在那個地方 所以呢 他會變成蛙蟲類 所以呢 我們肚子裡面的蛙蟲 是因為怨恨 怨恨太久了 會變成人家肚子的蛙蟲 所以呢 是蛙蟲類的 但是受氣之鬼 就變成食類食物 牛羊雞豬 被我們食了 所以有的人說 啊你看呢 你看身為羊啊牛啊 你就是生來就是準備要給人吃的 好那為什麼會這樣子有這種觀念 其實也是他們的夜報 所以呢 他就會身為被食 被取食的對象 叫做食類 那還有一種呢 他就是長得很可愛 他有很非常保暖的 他的外皮 結果呢 他就變成 他有這樣子的夜 就會被抓來當成衣服 所以我們上次有看過 這個貂皮大衣 或者是這個狐狸 他有時候呢 就會蒙受這種淵仇 就是這種惡報 會被抓來 再當衣服穿 合金之鬼呢 合宵報徑 那這個呢 會生為硬類 所謂硬類就是 春夏秋冬 他會硬食節 而遷移 像候鳥 就是硬類 他會遷移 春天到哪裡去 夏天到哪裡去 冬天秋天 他會遷徙 這種叫硬類 那另外 第九種 叫做修真 那所謂修真 就相對於舊真 舊真是災難要來的時候呢 他會有出現 那修真呢 指吉祥物 那譬如說麒麟 好這種盛世 太平盛世的時候 他也會出現 一種征兆 那這種是屬於 好修真 這一類的 好再來呢 還尋類 什麼叫尋類 就是呢 寵物 所以我們有的人 就是會養這個寵物 現在的人對於寵物 比對自己的兒子還要好 那寵物穿的衣服 寵物吃的東西 都比我們人還要高級 然後寵物看醫生呢 這個花的錢呢 又沒有健保 所以就很貴 所以呢 其實我們現在欠寵物的債 所以呢 這個是來享受的 來報恩的 也是來怎樣 來跟我們這個結的緣 他就會成為這個巡類 好 所以這十類呢 也是因為啊 有不同的習性 所以他就會來到這個世間呢 到了畜生道 他也會有不同的類型 好 那下面呢 這個結論 阿難士等皆以夜火乾枯 愁其素債 好 旁為畜生 所以呢 他其實也是一種夜報 來償還的 那有的人說呢 有的人說 哎呀那這太好了 這些畜生 就是生來就是來 這個被我們報仇用的 或者是呢 就是來還債的 所以呢 我們吃他們是理所當然 或者是用他們是理所當然 如果你有這種心念 我們就要看下一段 139頁 雖然我們覺得這個好像天經地義 他們就是來還債的 但是我們怎麼知道他欠我們多少 139頁 139頁 這邊就講 從事畜生 愁償現在 假設真的他欠我們 不管是錢債命債或情債 好 那這個還的人呢 如果不小心 還過頭 叫做若比愁者 愁就是還 分月所愁 就是還過頭 超過了 超過了 此等眾生會怎樣 他就會討回來 討回來喔 他怎麼討回來 譬如說 我們說 欸這個牛啊 他是以前幫我們耕田的 那他欠我們10年的勞力 欠我們10年勞力 那結果呢 這個主人呢 不但是 沒有不只是 用他10年 還在這10年內呢 無所不用其極的 白天做工 晚上還要繼續做工 所以呢 日夜不停的操勞 所以呢 欸可能他應該要還10年的勞力 結果他做了30年的工 這樣是不是已經超過他的勞動力 所以多出來20年怎麼辦 好 那多出來20年 他被虐待死了 或者是他懷著這種恨意 我一定回來報仇 好 等到他人 這個人活的比牛還要 還要久嗎 這個牛受命盡了 他就投胎轉世 變成這一家主人的孩子 或者是他的下一代 富二代就來怎樣 報仇變成敗家子 所以把你這個20年剝削的這些財產花光 好 所以呢 這個就是誰來投胎 就是你過去剝奪勞力 所得到的一個結果 所以呢 他就說 此等眾生還富為人 回來反征其勝回來報仇了 好 那如筆有利兼有福德 則於人中不捨人生 仇還比利 這個筆是誰 如筆有利兼有福德 這個指的是 這個他要還債的這個對象 這個債主 債主如果還有一點點福報 那他就在人中被人家倒債 或者是呢 變成淪落 變成人家的奴婢 或者是呢 我所做的這些產業呢 都被第二代敗光 就是不捨人生 仇還比利 我就還 在人中還 如果我們的福報用盡的 我們就變成好 他變成你的主人 我們變成什麼 楚神 就換我變成牛 去把它做回來 做牛做馬 長筆 長筆於直 所以呢這邊呢 就是講說 這個債務跟債權的關係 我們以為這麼簡單 那你欠我的 好那我現在只是把我要的 要回來 但是我們並不知道 我們到底要 我們要多少才會停嗎 好通常我們會覺得 人家欠我們的很多 我們要會要不停 那我們欠人家的 我們會覺得 我們已經做得太夠了 是不是 好所以呢 其實就是我們被傷害被害者 會永遠記得 你傷害我的那件事情 可是加害人呢 他會覺得那沒什麼 好所以這是兩個 兩者之間 他們的概念是不一樣的 所以到底要怎麼樣 怎麼樣才叫做公平 怎麼樣才叫做還完 所以我們有時候呢 我們會聽到家 家長呢 他被孩子虐待之後 他就會抱怨一句說 我到底是欠你多少 我到底欠你多少 欠你很難算 很難算 所以呢其實在這裡面呢 我們就可以知道 如果是這樣子 彼此叫做冤冤相報 你欠我我一定要討回來 那不小心又討過多 然後又再下一次的 債務債權的關係 所以以前呢有一個 有一個這個出家師傅 這個出家師傅他很有福報 他是一個寺廟的住持 那他就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 所以連當地的縣長都會來拜拜 所以哪裡都不去 就去這個寺廟 那當然呢有一天這個憲太爺呢 他來到這寺廟 當然所有的慎重都要非常慎重的 面對這件事情 所以呢憲太爺呢也很虔誠 來到這個寺廟呢也是很誠心 這個寺廟住持就去接待這個這個憲太爺 到了山門口一路帶進來 哇那這個憲太爺也是很高興 然後說太好了這住持好重視我 覺得來拜這個廟一定是很棒的 所以呢一路呢就走走走走走到裡面去 要上香 結果呢上香的時候就找不到香 為什麼 因為那個香燈師啊不在位置上 那這個管香的不在呢 這個柱子也不知道香在哪裡 所以正當大家在那邊找香很尷尬的時候 哇這個香燈師傅啊 就啵啵啵啵啵從後面跑出來 原來他遲到睡過頭 那這個香燈師呢就跑出來啊 對不起對不起 他很懺悔啊 可是問題是這個憲太爺就不高興 看到這個香燈師跑過來 他不知道哪裡來的一把火 整個怒火中燒就燒起來 他說你什麼意思 你們師父都跑到山門口來接我到這裡 你竟然敢跟我遲到 來人啊打他三十大板 也不需要那麼生氣嘛 可是因為仙太爺已經下令了 所以大家只好傻在那邊 就看著人家把這個香燈師 只是遲到而已 就被打了三十大板 這香燈師坑也不敢坑 這個柱子坑也不敢坑 好那現在也滿腹怒火的回去的 就沒有興致在拜佛了 可是他回去他就醒過來 他說奇怪 我今天是要去拜拜的 那個心情那麼好 那麼虔誠 寺廟那麼莊嚴 大家那麼高興 我怎麼突然 到底哪一根筋不對 我怎麼去把人家一個師父 人家也沒有怎麼樣 只是遲到 去給人家打三十大板 就越想越不對 就說 哎呀這個可怎麼辦 我怎麼去 去拜拜變成去打師父 這怎麼很懺悔 所以呢他隔天 就趕快派人 寫了一封信去道歉 他說呢為了表達我的歉意 我決定請這一位香燈師父 到我府上到我家 我來供養他三年 請他來住三年 好然後這個助詞法師呢 就把這個香燈師 拿著這一封信 就把香燈師找來 說你們這個憲太爺啊 說他要把你請去他家 住三年 你要不要去 他說誰敢去啊 我這個屁股的傷還沒好 我現在怎麼去 我才剛剛 就是他昨天才看到我整個火 都在不知道哪裡燒 那我這時候去他家 我不是準備給他打死嗎 好這個這個助詞說 沒關係你去 好他說師父 你怎麼可以 好這個什麼降伏在 好這個威權之下呢 好你要犧牲我這個小徒弟嗎 好這個師父就說 不會沒事的 好你們哪有很深的因緣 所以你去沒有事 好他說不行不行 你如果沒有跟我講清楚 我才不敢去呢 好開玩笑 我昨天那個三十大阪是真的耶 好那這個師父呢 到最後呢就告訴他說 你們有很很特別的因緣 那我告訴你好了 你講完了 你一定要去 為什麼 因為這個憲太爺 他不是這一生才認識你 上一輩子呢 也因為你的關係 他才有這個福報轉為憲太爺 那為什麼這樣子 因為他在過去生 他是一隻流浪狗 流浪狗孤苦無依啊 四處這樣流浪啊 有一餐沒一餐的 有一天呢 就給他碰到一個師父 這個師父呢 是醒腳生 那個就是你啦 你在醒腳啊 就想說 哇看到這個流浪狗 好可憐喔 跟我一樣喔 我雖然是在醒腳在參訪 可是也跟你一樣喔 就是有一餐沒一餐喔 所以同是天涯淪落人啊 這個師父呢 就照顧這個流浪狗 說好來 你跟我一成吧 也算是有緣 那他就把他的餅啊 他正在吃午餐的時候 把這個餅給他拿出來 撥一半給這個流浪狗 說你一半我一半 我們一起共同享用 好那這狗呢 哇就很感恩 所以從此就對出家人 有一個好印象 這一生來當仙太爺 他看到出家人 他就會 欸這過去的種子就出來了 就是啊 這師父是對我好的 所以以這樣子的善根呢 好對出家人就有一種恭敬心 他就變成他這一生喔 喜歡拜佛的一個因 好問題是這個狗太餓了 三兩下就把這個半個餅吃掉了 吃掉了 他沒有餅的 可是肚子還餓 他就看到那個師父手上還有什麼 還有餅對不對 還有半個 而且呢師父還在供養還沒吃 好所以呢這個狗呢就這樣 好就在這邊看著那個 鯨魚那一隻那個半個餅 那師父說夠了喔 我已經給你半個餅了 這半個是我的喔 如果我沒有吃喔 我這個接下來這幾天很難很難修行 所以呢 你一半我一半已經夠了 問題是狗聽得懂嗎 我們這狗就是在情緒中嘛 他就覺得欸我這是要吃 所以他就開始在旁邊呢 繞來繞去咬來咬去翻來翻去 那鬧情緒 就一直要這個師父給他 那師父被他煩不勝煩喔 所以你夠了沒啊 那就罵這個狗 這狗就不會聽嘛 他只是會一直想要吃 所以最後師父忍無可忍 就踢了他一腳 就要從他的肚子給他踢下去 然後呢這個狗就啊啊啊啊啊 就就哀哀叫就跑掉了 從此以後他就記得這一腳 所以這一生他就來報仇了 好所以呢怎樣 一腳三十板 為什麼他看到你就一肚子火 因為你過去的這一腳啊 他記得牢牢的這一生來報仇 這個陷害也他是來報仇的嗎 他不是他其實要來報恩的 可是因為你過去給他的那一腳 所以他來把你用三十板給要回去 半餅 共三年 但是因為你過去對他有恩 這個半個餅呢 就足以讓他供養你三年 你去我告訴你保證你去三年 他覺得對你很好 他是來報恩的 所以你不要怕 我們想想看這還得了 一腳就有三十板的果報 半餅就有三年的果報 所以我們知道一報還一報 其實在這個過程 他是會變質的 我們的怨恨可能人家只能罵一句 但是因為我們的恨 我們會把它擴大 擴大知道等到要報 他已經變成不能夠收拾 好那恩德也是 我們什麼滴水之恩必當涌泉以報 所以呢其實所謂的因 看起來是不起眼的一個小小的種子 但是到果的時候 他是會變成量變質變 他會有變化 所以呢我們說啊 這個你天生就是欠我的 這種觀念是要不得 即使他來報恩 我們也不能像討債一樣 予取予求 因為我們不知道什麼時候會超過 我們也不能因為呢 就是反正你是要來報仇的 或者是你要來報恩的 我們就用仇恨的關係 或者是這種恩德的關係來相對待 因為我們沒有那個智慧去判斷 到底要適可而止 還是要怎麼樣繼續下一步 所以呢我們會遇到的這些冤仇 我們其實最好的方式 叫做解冤世傑 大家一笑名恩仇 那大家一起在道業上 就會把這種債權跟債務的關係 變成一種感恩 變成一種彼此之間的助緣 然後大家一起成長 福慧增長福慧具足了之後 所以所有過去的恩恩怨怨 其實他都可以得以轉化 所以呢在這邊就講到 139頁這裡 講到說你要反征其盛 可是問題是我們怎麼知道 我們要去回報要怎麼來回報 所以呢在這邊就講 第二段阿難當之 若用前悟或意其力 常足置停 所以如果你已經還完了 自然而然這個因緣就斷了 所以有些人說 對啊師傅 我明明知道不要執著 不要在意 可是我就是放不下 我就是不得不在意他 我就是會被他牽引 為什麼 因為當我被他牽引被這個人 被這件事被這個物困擾的時候 我們之間的業力還在 什麼時候會消 真正放下的時候叫做消 是常足置停 那我們要增加業力相殘的因緣 還是要 減少 還是要提前結束 那這個就是要看我們的用功 所以呢其實在這邊 那如是中間殺筆生命或食其肉 如是乃至今微成節相食相株 所以有的是欠命債的 有的是欠錢債的 有的是欠情債的 有的是欠各式各樣的 不同的一個債務債權的關係 他就會怎樣 互相猶如轉輪互為高相 所以這叫輪迴 你今天欠我一斤 我明天還你就是 就是還你半兩 所以其實我們以為 這樣子是可以平衡 其實都沒有辦法平衡 無有休息 因為被欠的人 心裡面永遠覺得他還不夠 欠人的永遠覺得 我為什麼要還 所以那個心態是不一樣的 那因為這樣的心態 因為這樣的喜氣 所以呢彼此之間呢 就很難去算清楚 叫做咕咕定 那無有休息的時候怎麼辦 除非兩種情況 第一個就是你有三妹 奢魔他 正道的禪定你可以挑脫出 這樣子的因緣 你可以不受到這個業力的牽引 或者是佛出世 所以有佛法 我們就有可能去改變這種因緣 為什麼 因為佛陀會叫我們踩煞車 在哪裡踩煞車 在習氣上踩煞車 在覺醒上 讓他能夠改變我們的這種 惡習惡業相循環 所以我們讀到楞严經 我們會知道 我們要轉變這個因 而不是順著這個喜 那順著喜會怎麼樣 下面呢就講 如果我們沒有遇到佛 或者是沒有修行 沒有修禪定呢 那我們會順著這個喜氣 繼續在相生相殺 所以會衍生出下面這十類 那這十類 就是到人道 他是因為前面從畜生到來 來報仇的 所以這十類呢都是屬於社會比較底層 比較差的 比較黑暗面的這十類 這十類啊 就是 這個特殊的族群 那哪些特殊的族群 有的人天生 他就奇怪 特別難教 明完不靈 所以不要 為他的喜氣而煩惱 為什麼 因為他是從 吃消這一類抬頭胎的 出生到來的 喜氣很難改 好 那不是不能改 需要有正確的方法 需要有耐心 好 所以有的人可能講一次 他就會聽 有的人講一百次他也不會聽 叫做明完不靈 所以這是吃消來的 那第二種叫做異類 這種異類呢 就是非常特殊 什麼人道裡面 人不像人 鬼不像鬼 或者是呢 同樣是人 他又具有男重的姓真 又具有女重的姓真 所以他不知道他到底是屬於哪一類 這叫異類 所以先天就有殘疾 先天就有怪異的 跟別人不一樣 這個是屬於異類的 再來雍類呢 就是很平雍 很雍雍碌碌碌 所以每天呢 就是這個不知道 沒有辦法判斷 沒有正確的一個智慧去判斷 所以呢 這個屬於雍類 再來很累 所以有人天生就是很狠 三歲就知道要殺父母 那這種叫做很累 是毒蛇猛獸來投胎的 再來回蟲 回蟲類來投胎 就會非常的懦弱卑微 那這個卑微呢 他就是奇怪 他就沒有辦法了 有一個這個自信心 或者是他始終呢 就是屈於在人之下很卑微 所以這是回蟲來的 好那再來柔類 這個柔不是指溫柔 它是沒有主見 就是懦弱 人家任人擺佈 這個叫食類 這是食物來投胎的 那再來勞類 勞類就是勞碌 所以有的人是勞碌而有成 好那很多人是勞碌而無成 所以每天就是勞勞碌碌的 好那過於勞動 但是他並沒有真正的一個 好這個真正的一個方向 只是每天是瞎忙 好那再來文類 小有文采 但是呢他寫出來的文章 好是屬於不入流的色情文字啊 好或者是這些好這個 這個這個流言蜚語啊 好所以這些不能夠登大雅之堂的文 好那這屬於文類的 好那再來名類 好所以雖然有一點小聰明 可能都是在幫人家排解糾紛 好那那排解糾紛呢 雖然好像會排解糾紛 但是其實他只是一個 好這種譬如說黑社會的老大啊 他人家還要問他一下 好那但是他不是真正的 能夠金氏制裁 好這是不是這種大器的人 好那這是屬於名類 再來達類就是人情通達 人際關係很好 小有自己的勢力 但是這些都不是非常好的 這十類 因為他們從畜生的喜氣帶來 所以這個喜氣沒有改的時候 還是屬於比較差的這一個類型 那人不是只有這十類喔 不是說啊我今天看完了 每天都拿著這課本說 嗯你大概是毒蛇來投胎的 這不是喔 因為我們我們會有一個先天的氣質 有的人先天就是善良 你可能是天人來的 所以有的人就樂善好施 人見歡喜 那有的人他就是天生呢 就很有聰明才智 有的就是很大氣 那這是什麼 這是前世呢 從善到來的 所以從惡到來的呢 你就會特別覺得 他是非常特殊的族群 那從天上來的呢 你也會感覺到他有一種特別的可愛 特別的一種善類 那有的人呢 就是大概就是我們人 大概就是從前世 可能差不多都是人 所以一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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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十善十惡 到底我們是好人還是壞人 就一半一半 所以呢 在這邊提到的這十類 都是比較從惡到剛剛出來 所以帶著過去的喜氣 那這些喜氣呢 是來做什麼 來報仇的 或者是呢 來還債的 所以呢 是你是來報仇的 還是來還債的 最好這兩個都不要 即使我是要來報仇 我們要趕快轉彎 變成一種感恩 那如果有人是要來 來還我們的債的 我們不但不要跟他予取予求 而且反而還要轉為一種度化 所以當我們有這樣子的信念的時候 我們已經進入菩薩的一個 善業的循環 而不是在這個喜氣上 在那邊因果相循環 所以呢 在這邊講到的十種喜氣 其實就可以讓我們知道 原來我們每一個人 多多少少都有這一些喜性 還好這個喜氣沒有嚴重到 讓我們去到惡道去 如果這個喜性呢 在剛剛開始形成的時候 就知道覺察覺躁 就知道開始轉化 那麼我們就不會有 這個六道輪迴的這種現象 所以呢 今天我們簡單介紹的這種十喜音 受六交報 那當然後面還有天人的部分 但是我們的重點就是這個十種喜氣 它到各道去呢 它就會有不同的類型 那給我們看到了之後呢 我們就知道原來呢 人有千百種 有時候呢遇到這種很特殊喜氣的人 我們在心裡面知道 但是也不要太計較 為什麼 因為每一個人的過去 他都有一個心路歷程 那我們知道了 有因緣遇到 可能是善緣 可能是惡緣 但是我們就用佛法的智慧 情多想少往下走 情少想多往上升 所以我們要建立我們一個正確的智慧 正確的一個思想跟觀念 那自然而然就會超越我們原來的喜性 好 那我們今天呢 講到這個地方 也希望大家 就是看了 這一段其實還蠻有趣的 說還可以分析各種不同的類別 那當然 這個不是只有這十類 就是只是粗分為這十種 那還要細分的話 就是永遠是分不完 所以佛陀大概是講一個重點 讓我們知道 喜氣之可怕 他如果沒有改變的話 沒有轉彎 那他到最後是不可收拾 所以也希望大家看了這個習性 有兩種習性在拉著我們 那我們就要長養 對自己有利的這一方面的力量 好 那我們今天到這邊 大家在這個實習應收六交報 回去自己再看一下 好那我們下禮拜呢 就來進行最後一堂課 就是五十陰魔的部分 好 來我們來回向 好 合掌 愿消三丈諸煩惱 愿得智慧真明了 愿得智慧真明了 普愿罪障惜消除 世事長行菩薩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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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事長行菩薩道